和同行友人一同共进早餐 画面在网路疯传 因为这名头戴牙蛇帽的男子 正是Telegram创办神杜洛夫被捕前的最后身影 在法国被捕后 杜洛夫接受长达96小时训问 相关调查涉及12项罪名 像是散播儿哨不养影像 诈欺和洗钱等 但随着杜洛夫被捕后 外界也出现各种阴谋论 俄罗斯官媒大放厥词 指控杜洛夫被捕 根本是出自政治动机 俄罗斯国会议员也借题发挥 抨击法国当局 更嘲讽欧洲言论自由一试 法国总统马克宏发文强调 逮捕行动和政治毫无关系 而同一时间外媒也指出 杜洛夫和克里姆林公有着密切关系 不过克里姆林公发言人 也紧急否认双方关系 更强调普丁从未和杜洛夫 在被捕前见过面 身为全球最知名社群大横之一 杜洛夫也被外界称作 俄国版祖克伯 他经常在社交账号 大售一系列裸上身照片 更声称自己在外有超过 一百个小孩 花花工资如今被捕 背后无论是否有外部势力介入 都已掀起恶发两国的政治角力战 三菱新闻 正常报道